食物大魔法 这个好吃 那个也好好吃哦 你知道我们三餐里吃的每一样食物 其实都大有来头哦 这次我们来共同参与SDGS主题 永续发展目标 透过三个不同的课程 要让小朋友认识 我们在餐桌上的食物的变化 也由此提醒孩子们 食物是珍贵的资源哦 快来看看课程介绍吧 课程一 水果宝藏 本课程会带着小朋友认识水果的成长过程 以及不同水果的生长时间 想一想 每一种水果都是从树上采下来的吗 有哪些水果皮是可以吃的呢 水果皮不吃 可以做什么用呢 在Fruits这本书里 小朋友会学到的单字有 C Tree Bush Vine Skin 和Vitamin等等 我们也要一起设计水果宝盒 把重要的宝石保存好哦 课程二 牛奶家族 牛奶和羊奶是我们人类最常喝的乳制品 那你知道除了牛和羊 还有什么动物可以生产牛奶吗 什么 植物也可以 孩子们可以认识牛奶 除了用喝的 也可以变成很多不同的美味的食物 在Milk and Dairy Products书里 小朋友会学到的单字有 Dairy Products Cheese Yoghurt 和Butter 等等 手作活动时 亲子们来一起制作一张 靓丽的海报哦 课程三 骨类魔法 我们每天吃的米 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骨类 米也有不同的颜色 那你知道还有什么不同的骨类吗 小朋友会认识到 骨类可以变成很多种形状 在Starchy Foods书里 重点单字如 Brains Energy Cereal Harvest 和Flower 也会介绍给小朋友 最后 亲子们要合力制作一道好吃的披萨哦 透过这三个课程 来教导小朋友 懂得每天吃的食物都很宝贵 也提醒孩子们 不要浪费食物哦 内心小学堂期待 我们能为铃鱼宝贝 带来美好的亲子共学时光 123 216 225 215 225 225 227 226 226